其實現在大概普遍喜歡音樂的人都會遇到的問題就是說 要怎麼買 去哪裡買 要怎麼樣才不會被騙 那我們都知道說 現在其實有一個威力非常強大的一個媒體叫網際網路 其實網路上面沒有什麼東西是買不到的 你只要有錢大概都買得到 可是問題是自從有了網拍這個東西之後 其實有一些東西就會被炒作 我想在座也許都有在eBay買東西的經驗 就是電子彎 那在網際網路還沒有開始之前 其實一般來說我們聽學士黑膠唱片 我們會有一個方向 這個方向就是說我們會去看一本叫go mine 金礦 我們會開一本go mine record guide 就是說這個唱片鎖影 然後幫助我們去了解說 假設我現在要買1950年 比如說Miles Davis 比如說他在Blue Note的一張專輯 那大概那張專輯購賣會告訴你說 也許現在市場行情大概是300塊美金 大概是300塊美金 可是因為有了eBay之後 其實那個貨倡其流的缺點就是說 這些古董的東西會被炒作 會被炒作之後呢 其實那個價格就不是300塊了 你要把它乘以3 像我舉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等一下我會放這張片子 這是那個有一個唱片廠牌 它叫薄力恆 它叫薄力恆 Bessler很薄力恆就是那個 你們知道的聖經裡面那個薄力恆 薄力恆廠牌是靠這張唱片起家的 那這張唱片其實坦白講 以市價來說它並不算特別高 因為這是一個12寸盤的唱片 12寸盤就是一般我們看到這個標準size的唱片 那麼其實它比較值錢的是10寸盤 就是同樣的歌曲 可是它用兩張10寸盤去發行 然後複面設計是黑白的 是一個當時非常有名的一個美國的攝影家設計的 那個東西10寸盤的話兩張成一整套 在日本行情大概就是要好幾萬日幣 好幾萬日幣 這一張的話其實相對來講沒有那麼值錢 你大概在紐約的唱片行買的話 一張了不起大概就是20塊30塊 那了不起就品項非常非常好的大概就是40塊 可是在eBay的話它可能會因為炒作的關係 它會變成80它會變成120 那其實我們都知道說我聽音樂就是要聽音樂 我不是要我不是要去收藏古董 收藏古董可能只是少數的一些人的喜好 那他們收藏的方向也不會跟喜歡聽音樂的人完全一樣 那喜歡聽音樂可是可是又不希望說 好像我把所有的賭注都壓在一張唱片 然後去花高價去取得它 因為聽音樂應該是快樂應該是平易見人的事情 不應該是很昂貴的一個消費行為 所以我今天其實比較重要的要分享就是說 大概要怎麼買你才能夠買到好的東西 然後不會太貴 那我這邊設定的不會太貴 通常我會把它設定在台幣一張大概台幣1000塊以下 1000塊以上我都覺得太貴了 即使是全新的 我現在在講全新的 那更不用談二手了 二手的話你還要去看品項 好 那麼其實我們在座所有的朋友都有這份講義 我在這邊其實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其實還是有很多便宜的爵士黑膠唱片 非常好可以買 但是那個門路有點複雜 譬如說在台北 現在已經搬家了 在南京東路那個中華開發大後面的洛克唱片行 這個唱片行他們會固定請朋友 從全世界各地幫他們找一些唱片來買 一張平均大概就是都是二手了 一張平均大概就是賣450塊到550塊之間 好現在比較貴以前大概也沒賣那麼貴 那它裡面其實有一些不錯的爵士黑膠唱片 我今天特地帶了一張過來 我就是剛好在那邊看到我就買 那現在老闆的做法就是說 他會請公讀生把他們進貨的清單打成一份寄給客戶 寄給常常來跟他們買唱片的客人 然後他把這個信發出去之後 你就可以去大概看一下你對於這個音樂領域範疇的了解 你就可以去跟他訂 那我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我自己在挑唱片的方向是什麼 好 那這是洛克 那另外就是說全新的唱片 然後是復刻的盤 大概現在在台北最多的就是Jimmy 就是這位先生他開的Joy Audio 有沒有人去過 有沒有人去過 我以為我一千塊買幣 是 你大概一張要多少錢 不一定 我到部分都是一千以下 一千以下 他其實有一些六七百塊不是太貴 我舉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John Coltrane在Impulse 金探號 那個廠牌叫Impulse I M P U L S E 我這邊也有帶一張那個Impulse的唱片來 Joy Audio Trend 那個在Impulse的復刻盤 我記得他那邊最便宜有賣到五百六五百八 那我現在坦白講 一張全新的黑膠唱片 如果已經跟成品的CD賣差不多價錢的時候 你當然挑黑膠啊 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挑CD 就像去年有一個搖滾樂團 Radiohead 出專輯 先在網路上面讓人家MP3 Download 接下來他們出CD紀念盤 最後他們出了LP 如果是我當然買LP啊 因為LP最少啊 就是說以他的發行量來說是最少 然後對我來說 可能以收藏或聆聽來說 我覺得選LP版對我來說 樂趣的指數會比較高 那Jimmy的Joy Audio 其實有一些相當不錯的經典的復刻盤 然後他主要是代理Classic 那一個廠牌所復刻的 譬如說Blue Note 還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廠牌 那麼Classic Records大概是 目前可能還比較有在做復刻工作的一個 一個重發的一個廠牌 那麼很可惜的就是說 他其實在90年代復刻了很多很不錯的唱片 現在幾乎都已經絕版了 所以復刻盤其實還是 還是不一定就是說你想找就找得到 我覺得是比較可惜啊 但如果找得到的話 我覺得當然要把握機會 那第三個就是說現在成品音樂館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去那個林生路附近那個成品音樂館 你進去之後你就會看到一箱一箱的黑膠唱片有沒有 99 199 299 那裡面其實好的東西很少 我過年之前我有去挑過 那個東西大部分都是80年代的流行歌曲 我唸大學的時候流行的一些東西 譬如說一些電子音樂團 什麼Human League Simply Red 那有少量的David Bowie 但不是非常好的作品 ABA ABBA 這些流行的東西 然後爵士樂的鳳毛麟角 非常非常少 那我認為就是說這些唱片其實被在進口之前 其實大部分好的東西幾乎都已經被賣家挑的差不多了 所以你們去挑那個成品的99199 299的黑膠唱片的時候 我覺得要比較小心一點 因為如果以聆聽的價值來說 其實那裡面大部分都是做出來的電子音樂比較多 我現在講非古典 古典的範疇我不去談它 我現在在講 講的是流行 還有一些可能是爵士類的東西 就是說那一個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好的東西不多 那我反而要跟大家推薦的是 在台南市一個號稱南部黑膠大亨 就是我們那個許國龍先生 他開的那個微音唱片行 大家知道那間唱片行嗎 應該在座很多人都去過 那許先生他開的這個唱片行已經開很久了 那他應該至少已經開了二十幾年了吧 應該有 他其實早期還有在青年路開過另外一間搖滾的 就叫什麼名字我現在忘記了 反正他入口有一個Velvet Underground的那個大香蕉 那個Andy World的那個作品 那麼唯音唱片行的好處是說 因為他 他流行的東西沒有那麼多 那當然他最強的就是古典 然後他爵士樂 因為許先生他的口味非常的廣泛 所以他會進民謠 他會進電音 他也會進爵士樂 其實他爵士樂的東西非常非常的多 我今天帶了一張黑膠唱片 是我在他那邊買的 但是就是說台灣的樂迷 我覺得有一個普遍的現象 我不能說那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那是一個現象 那個現象是什麼呢 就是說 比如說對於某一些音樂的類型 有一種抵抗 我舉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不喜歡Organ 不喜歡電風琴 電風琴其實是黑人音樂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可是不喜歡 所以他那邊的樂迷 大概就很少會去買那種 比較是強調那種很黑人的那種 比如說比較R&B風格的 或是說比較有實驗性格 然後有點spiritual 就是說那種教堂裡面 強調那種 性靈的啟發的那種 黑人的爵士樂 那種東西在他那邊賣的很不好 他那邊賣的好的 可能就是Miles Davis 或是John Coltrane這些 大家普遍認可 就是大士級的人物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其實維音到現在 都還有很多東西可以挖 我覺得 而且他其實賣的也並不貴 我覺得大概財幣500塊以內 你大概都可以買到一些不錯的東西 那麼Ebay或其他網購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真的是各憑本事了 因為你要確定賣東西給你的人可靠 而不是說你錢給他 然後他東西遲遲不進來 或者是說你要確定他賣給你的東西是好的東西 那這個就很難控制 這個是不太穩定的 那麼現在可以跟大家抱一個門路 如果說你們是非常狂熱的爵士樂迷的話 其實日本現在每年都有定期的在做 一些非常稀少的就是稀有盤 Rail items 一些稀有盤的復刻的工作 那麼每年大概不是環球唱片 日本的環球唱片 要不然就是一些其他的小公司 他們會有LP四顆的訊息 然後他們因為其實日本的黑膠名很多 所以他們都會上網去預購 比如說你可以上日本的HMV去預購 然後你要去抓住那個訊息 要抓得比較緊一點 那通常要抓這種訊息的話 你就是要固定去逛這些日本的 唱片公司的網站 那可是這個當然就是少數人才會知道 或者是說常常有在注意這些 國際的這些唱片復刻的人 大概比較會知道 可是日本人他比較厲害的地方是說 他復刻的東西真的都是很好的東西 然後因為他們復刻的工作做得非常嚴謹 所以做出來的東西大概都不差 都不差 那麼這個大概就是幾個跟大家分享的方向 那麼我接下來就從我即將要放的這幾張唱片來跟大家談 就是說我怎麼買到這些唱片的 然後我當時的一些判斷的標準是什麼 我要放的第一張唱片是Rosemary Clooney 有沒有人知道這位女歌手 有沒有聽過 你有這張 你是45轉的 OK 你有聽過 你有聽過她的歌嗎 我也有聽過 好 你們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叫《瞞天過海》 Ocean's Eleven 男主角不是叫喬治克魯尼嗎 她就是她的阿姑 這個就是Rosemary Clooney 那在座如果很喜歡Rosemary Clooney的朋友 你們如果喜歡的話 其實她現在大概一系列她的 她在Concord這個廠牌一系列的唱片幾乎全部都有CD版 都有CD版 那麼她的東西其實並不難找 她的東西其實也不貴 那麼可是她是一個很棒的女歌手 好 那如果說你現在說我不要聽Rosemary Clooney 我要聽Ella Fitzgerald 我要聽Billy Holiday 而且我只要聽黑教 那我就跟你說 第一Ella Fitzgerald的話 你只能夠去找復刻片而已 因為原版的片品項普遍都不好 好 那如果你要聽Billy Holiday 那對不起 她的大部分的作品都是78轉的唱片 然後那個品質更不好 如果你要聽女歌手的話 其實我覺得 這個70年代末成立的這個Concord的廠牌 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一個聆聽的寶庫 因為她當時有系統的幫Rosemary Clooney 出了一系列的東西 那麼Rosemary Clooney 她其實有一個非常棒的地方 就是說第一個 她的那個節奏感非常好 她唱歌就是非常fling 第二就是說她有那種 因為她其實她錄這些專輯的時候 她已經不年輕了 那不年輕並不代表她體力不好 也不代表她歌喉不好 相反的她因為有人生的樂歷 有歷練 所以她其實在錄這些唱片的時候 其實她反而帶著一種 很有滄桑的那種唱歌的韻味 那有一部電影 克林伊斯維特導的 不是很好看 但是歌曲很好聽 那個熱天午後之欲望地帶 你們有沒有聽過這部電影 那個現在可能台南大眾唱片行 都還有在賣電影原生帶 她在裡面 Rosemary Clooney就唱了一首歌叫 Fools Rush In 就是那些 那些漁人 漁人船的漁人 漁人就慢慢地全部都跑過來了 那她其實就是 在唱一種那種 好像對於人生的那種感嘆 那我們現在就來聽 Just The Way You Are 我想跟我差不多年紀 大概五年級的朋友 也許你們以前有聽過Beeley Joe 唱過這首歌 那她其實是把Beeley Joe 唱紅的流行歌曲 把它爵士化 那我們就來聽聽看 然後幫她伴奏的 由Tella Saxophone 所以等一下都會輪流出現 就是叫Scott Hamilton 也是一個非常Swing的高峰手 然後推那個小號的是 Warren Vachet 然後另外還有一些其他的伴奏 像鋼琴、Bass鼓 那這些我就不一一贅述了 那比較特別的是 在裡面有一個 那個演奏電鐵琴的 它是一個拉丁的電鐵琴手 它叫Kell Jetter 那如果你在很好的音響上面聽 你會聽到那個 電鐵琴的顆粒非常的清楚 我自己家裡的音響都沒有那麼好 可是我曾經在台北去那個 陳振雄老師 就另外一個那個音響發燒友 去他家聽 那個我聽到那個電鐵琴的聲音 我全身都起這首歌到了 那我們就來聽聽看 Just the way you are I would not leave you I don't go try it I'll tak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Don't go try it I'll tak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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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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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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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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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首首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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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